星期五無馬跑,但就有野豬跑 不單在馬場周圍跑,還入港鐵站吼雙途人 時快星期五早上11點多 港鐵火炭站B出口更落境街出現野豬 更襲擊一名十五歲的少年和一名女子 遇襲的余同學就說野豬先撞向女途人 他想上前幫手,但就被野豬咬著不放 他手肘,大腿受傷流血,而遇襲的女子傷勢較嚴重 大腿流血,走路不方便,兩個傷者都被送往威爾斯院 野豬走到沙田消防局方向,警員最後一處草蟲發現他的蹤影 並手持長盾在現場戒備 最後漁龍署人員發射麻醉槍將他的麻醉 等他暈倒後將他抬走 漁龍署就說,考慮到這隻野豬在市區出沒 會對公眾構成危險,所以將他捕捉以為人道處理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